吴尼朗 吴尼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2月份升旗典礼1号 在县府的大礼堂举行 县长颁发了业务达人 圆梦团队来肯定县府团队的努力 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花莲县政府112年2月份升旗典礼1号 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现在许正外专业者副县长 严新章 运输长有劳中和县府团队 来办了一个月一次的升旗典礼 现在许正也表扬业务达人 营务团队来加冕对县府 推动的用心和努力 第一个我要谢谢 五星团队之所以能够五星 并不是县长有多厉害 并不是三长或者是 我们所有的局数首长有多强 而是这是一个团队 大家各司其职 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好 我想在这里真会要谢谢 所有的业务达人 很多的工作克服挑战 克服困难接受挑战 而有创新创意 创新创意 让整个业务发挥到极致 圆梦团队更是大家团结努力 把很多的工作做好 刚才真会看到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 无论是业务达人 0918让整个我们的地震带上边面的农田 整个高低的落差左右摇晃 高低一起摇晃 所以让整个农田的高低落差将近最大的高度 落差有两米之高 两米之多 连整个我们的农田水陆 水陆或者是我们的田梗或者是我们的耕种土地 通通都损伤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在花令县政府 我们的农政科 我想秉锐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所以在跟我们所有的农会以及农友们一起共同来努力 我们到现在补贴上面 大概已经有将近两千八百多万 还有其他的还在申请中 我想这也要谢谢我们整个花令县政府农业处的团队 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现在学生表达是花令县政府秉持着 线上有速度 线下有温度 施政要有精确度的精神 需守地方推动各项业务 服务乡庆 并且招呼乡礼 记得继续欢迎 华丝伯老